12月5日,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江南造船集团在2023年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和展览会上正式发布全球首行世界最大24000TU级核动力集装箱船船船型设计。 这标志着江南造船在近零排放船型研发领域取得了革命性成果,并进一步拓展了该公司集装箱船系列品牌。 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和展览会是目前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的海事会展,12月5日至8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发布仪式现场,DNV船集社向江南造船颁发了该船型的原则性认可证书。 据了解,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对节能减排的要求,江南造船厂主动探索箱船船型及动力系统方案,利用核能这一清洁能源,采用国际上先进的第四代堆形容颜反应堆解决方案,提出了超大型核能集装箱船船船型设计,以在该型船运营周期内真正实现零排放。 该船型安全性高,反应堆高温低压运行,在原理上规避堆新种化,具备防扩散与固有安全特征。 该船型无需耐高压容器与管路,即便发生破口事故,在环境温度下迅速凝固,事故后处正常停堆手段外还可以把燃料盐排出堆外,实现快速停堆防止事故扩展。 该船型动力装置布置于船舶安全为止,电力系统采用双侧冗余设计,充分保证供电系统安全,并具备从人员聚集区应急撤离功能。 该船型逐尺度适合船东运营场景,而且相对于传统船型动力系统布置更为紧凑,可提供更多香味,还取消了传统烟囱机舱棚,采用首防舱方案,核电舱位于中部,既增加了香味又提高了舒适性与安全性。 该船型整船采用全电方案,推进系统采用双电机双轴桨双舵,装机功率大,航速高,操纵型好。 其主电源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核电动力系统采用紧凑的模块化设计,动力系统效率高,可实现真正的净零排放。 相比低流油和各种替代能源方案,该船型可实现更短的船长,更多的香味,空间利用率与能源利用率都得到了提高。 此外,该船型推进系统采用双电机双轴桨双舵,还采用方便快捷的换电池方案,每15至20年更换一次电池,不用担心绿色燃料价格波动以及加注等问题。 这次江南造船厂公布的核动力集装箱船设计方案中最突出的技术亮点,是采用了国际上领先的第四代堆型熔岩反应堆。 这一策略将绿色航运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当谈及熔岩反应堆的优势时,不得不提起出色的安全性和高效性。 相较于传统反应堆,熔岩反应堆使用的载热机为高温熔熔胎的盐可以承受更高的温度,最高能达到七八百度,而这也意味着能显著提高船只的动力设备效能。 更值得称赞的是,如果发生故障,熔岩温度上升将自动处罚安全发溶化,将含放射性物质的熔岩送入安全容器,在其中冷却并固化,有效防止放射性物质扩散。 虽然熔岩反应堆能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因为其技术难度过高,也被外界视为中国建造核动力集装箱船的最关键难点之一。 不过对于这一点,分析认为应该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中国已经在相关核能技术领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023年6月初,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获得的土机熔岩反应堆式运行许可证便是最好的证明。 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这次核动力集装箱船用到的熔岩反应堆技术和之前土机熔岩反应堆式运行是否有直接关系。 但这可以说明,中国已经在相关技术领域有了很多尝试,因此所谓的难点应该也很好突破。 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款核动力集装箱船的设计方案已经公布, 互联网上份分钟就出现了一票诸如这是中国造船业在未建造核动力航母做技术验证, 核动力集装箱船或在未来被改装为航母, 以及为何有了船用核动力技术后,不先造航空母舰, 反而优先用于民用船只等声音。 毕竟,此前国内就曾曝光过一款国产核动力破冰船方案, 当时就有人猜测,我们的下一款国产核动力水面舰船一定会是航空母舰, 结果这次似乎又落空了, 故很多人就自觉或不自觉地硬把核动力集装箱船与核航母联系到一起了。 平心而论,广大军迷对国产核动力超级航母的殷切期待可以理解, 这是很正常的交集心情。 但若我们冷静地从技术层面上来看, 江南造船发布的这款核动力集装箱船设计方案, 恐确实并不完全适用于军用舰艇。 原因恰恰就出在该船的动力系统方面, 即熔岩堆。 与传统的有反应堆不同, 熔岩堆可以在热中子环境中工作, 在转换效率和环境兼容性方面强于有反应堆。 通常来说, 油反应堆的热转换效率为33%, 而熔岩堆的转换效率达44%至50%之高, 后者优势明显。 不仅如此, 与需要大量的水作为冷却剂的油反应堆不同, 熔岩堆的冷却剂为孵化盐, 无需用到太多水, 故很适合在干旱缺水的地区使用。 当然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 那就是相比起油的储量, 全球土元素的储量更加丰富, 故土机熔岩堆在燃料来源方面较为便利。 不过, 为何说熔岩堆并不很适合军用呢? 我们仔细想一想, 作为全球军用和技术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普遍使用有反应堆中的压水堆, 而非熔岩堆其实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美国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深入研究过熔岩堆技术, 其认同这种反应堆的优势所在, 但也发现熔岩堆存在着一些过有缺陷, 如熔岩具有极强的腐蚀性, 这对制造反应堆的材料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会提高反应堆的生产成本。 以及熔岩堆虽在正常运转条件下安全性高, 但一旦反应堆出现破损, 极高温度的反应堆燃料将难以处置。 考虑到军用舰艇很可能在战时受敌方火力打击并破坏, 一些或许不至于让有反应堆发生爆炸的杀伤, 却可能让熔岩堆发生无可挽回的大爆炸。 因此,冷战时期美军所列装的各类核动力航母、 核动力巡洋舰、核动力驱逐舰和核动力潜艇等军用舰艇, 均未选择熔岩堆。 时至今日, 压水堆仍是美军核动力舰艇的首选。 在中国这里, 情况恐也差不多。 熔岩堆极高的热转换效率和对冷却剂需求量较少的特点, 意味着其有着更好的运行消费比, 而民用船舶所追求的一大性能就是低运转成本、 高运转效率, 以提高船只使用经济性。 再加上民用船只遭攻击破坏的概率较小, 雇熔岩堆不会轻易出现破损, 这种反应堆就是民用大型船只的理想动力之一了。 而在军用舰艇反应堆方面, 传统的有反应堆火确实更加适合一些。 因此, 24000TU级核动力集装箱船设计方案的曝光, 确实可施作是中国船用核动力技术出现了一次飞跃性提升, 但硬将其与核动力航母联系起来, 就实在是有些勉强了。 在国产核动力航母方面, 我们还是要有足够的耐心, 毕竟该来的一定会来。